在習近平完全控制到中共常委 還有把很多他自己個人的對於掌控權力的東西寫在憲法裡面 我覺得未來當然是會看見一個比現在更加獨裁的中國 然後這樣子的獨裁其實他無論是他政策的可以預測的程度 還有他在政策上可以用常理去思考的程度也是比以往去更低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看見中國越來越走向一個個人獨裁 相比起以前我們可能說他內部可能會有些制衡 內部可能會有一些不同派別的互相檢查的狀況 現在必然是比較糟的 香港自由的淪陷其實跟中共他對於自己的制度的自信 還有他覺得要顛覆整個世界秩序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就是因為有這些想法這些自信 所以他才覺得香港不用好像以往去保持一個自由的外殼 然後現在可以把它摧毀掉了 所以在這個脈絡之下我們當然會看到就是香港 目前來說沒有很大在中共政治體制沒有改變之下很大改善的可能 可能這些也是要香港人現在要去有心理準備的東西 但譬如說在海外有很多流亡社群 或是海外香港人他們也是很積極地在做國際參與的工作 希望可以給到中共壓力 不僅僅是譬如說一些壓力讓他去做一個更開放的香港政策 但也是更大的壓力去讓他的政權有徹底的改變 在香港人當然會有一種很大的白色恐怖的感覺 就是現在連上個網去罵政府 或是說我們應該要示威遊行 或是現在我們看見甚至連一些疫情的問題 也是變成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 這些都讓香港覺得我們現在基本上是言論自由 就已經完全不見了 然後去鎖一些政治意義的空間非常少 每個政治團體都會有國安去警告去盯燒去騷擾 這些當然是會對於很多香港來說會造成很大的政治 就是白色恐怖 他們也不敢在公共場合去聊政治 他們看見別人拿完色的雨傘和圍巾出來 他們也會覺得很害怕 這些是我們在極權社會之下會看到的一些生活狀態 然後現在香港也是要慢慢去調適如何在這樣的極權之下 他們是能夠雖然不能做很大很大規模的反抗 但是如何在自己的領域 如何在他們個人的生活空間去做一些反抗 2020年6月的國安法的確是讓整個香港的政治狀態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基本上是讓政府有一個很容易以言入罪的罪名 然後他也用國安法大規模地把所有意見的領袖 所有政治的主治者都完全給打一步了 我們看到黎智英、戴耀廷、文志峰等等 他們是在監獄裡面 現在還不知道他們何時才能出來 因為還沒有一個審訊還沒有開始 所以這些也是讓整個香港的狀態有很大的變化 香港也已經過渡到一個極權的體制下了 就是所有的權利就是由政權來壟斷 不管是立法權利、不管是行政的權利、甚至司法 我看見法官也是有很大的壓力 我們有國安法的法庭 就是由中共去選擇誰可以當法官 然後所有的量刑還有他判刑的准職 我們也是完全只有中共來決定這樣子 所以在這樣子的社會狀態之下 大家如何去做意義、如何去表達意見 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李家超絕對是我們之前在聊行政長官 可能潛在人選之中首網最硬 他個人性格最威權的一個 這也是為什麼中共想要清點他 因為他過去的網直就是帶領香港的警隊去鎮壓香港示威 我在當議員的時候 他還是保安局的副局長 我們有很多在議會上交所的機會 他那時候已經是非常惡名操張 非常不喜歡別人問他的問題 他覺得他有權利 就不用去接受監管 這個跟中共現在政治的性格很相似 所以我也覺得這是一個 他被習近平看上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他是一個五官 他也是被美國制裁的官員 我們有一個歷史上第一個被外國制裁的香港特首 這也是凸顯了就是中共 他完全無視這些外國對他的選擇 他也是要透過去清點李家超做一個很大的一個 statement 我現在是在倫敦居住 我已經獲得英國的難民身份了 我們的國際參與工作 譬如說在英國也是做得蠻好的 我們現在有非常多香港人去依據英國 然後英國民眾對香港這些移民的支持是非常高 他們對於中共的厭惡程度也是歷史深高 同樣的狀況是在美國還有很多歐洲國家也是 我們做國際參與工作其中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要警惕 中共它承犯人權的這些惡性去讓政治的人物去落實一些 對於中共更強硬的政策 那改變市民的觀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目標 所以在這層面上其實我們在過去兩三年已經看到很大的改變 包括他們也是很支持台灣 就是台灣就很關注台灣會不會被中國軍系入身 然後這種的支持也是直接反映到他們的民意代表上面 因為民意代表是如果他看見市民 他有什麼很大的意見他們他可能都要跟從 所以我們看見不論是英國還是美國 他們是將中國視為頭號的威脅 美國也是落實了很多政策去重點打擊中國的 比如說高端的科技業還有它的人才計畫 還有它在外國的滲透 這些都是在香港參與工作在裡面扮演的一定的角色 我以往出席很多活動就是中共的領事廣 在當地會發一封信給那些主辦單位說 你要請他不是破壞這個國家跟中國的關係 還有他會動員很多小粉紅去也是會寫信啊 或是在會場去示威 所以這些事情也是會發生的 但他們我覺得他們也是了解到 原來這些事情是不會阻嚇到像我們這些 反而其實讓那個地方的人 對中共有個很壞很壞的觀感 所以他最近的戰狼外交政策是有些調整的 譬如說我們在英國去舉辦一些反對中共 要求國際去懲罰中共人權罪行的遊行 支持香港遊行 以往可能說在2019年 中共還是會透過領事館或是學生組織 它會動員一批小粉紅出來去做一些 counter protest 譬如說是在我們的示威旁邊 他們有人去揮動國旗 然後去喊一些口號去對抗我們的遊行 但這些東西在2010年之後就非常少了 所以他們的所謂戰狼也是有一點的調整 一國兩制就是對香港人最大的謊言 一國兩制它的基礎是民主自由還有自治 這些東西都在香港的實現當中完全消失了 而台灣人對於一國兩制的不信任 反正是在上一屆的中共大選當中已經很清晰地表達出來 所以中共這樣子作為是為它未來可能有的軍事的路程 去再強化它的論述 還有為這種很具威脅性的言論去提供一些它在憲法上 所以它在論述上的基礎 但我覺得台灣人就很清楚啊 他們就很清楚就覺得 他不會再去蠻信這種謊言 尤其是在看到香港 香港人2019年之後的種種抗爭 或是自由的喪失 而且我覺得中共說出來 它也是知道台灣人不會相信的 它只是出來自欺欺人去為它未來有的可能的軍事動作去做一些鋪墊而已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難預計 我相信所有中國專家 它也不會跟你說 鐵定會發生或是不會發生 因為最大的借鑑就是普丁對於烏克蘭的路程 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個人的獨裁者 他的決定可以很難預測很魯莽 也是很不符合現實的考慮 如果我們用理性去分析 他是完全沒有理由要去做這樣子烏克蘭的路程 他把很多東西都賠上了 同樣情況會在中國 也是我們可以說 他的現在的經濟萎縮 他的產業升級遇到困難 他在一個老黎化的社會 年輕人他失業率很高 他的內循環做得很差 他還是被疫情困擾 不知道何時才能走出來 這些都是對於他去做一個動員全國 花費很多資源 要花很多錢 要用很多政治的聲望去消耗 去發動的一個掌陣 是一個很負面的因素 但歸根究底就是 習近平他作為一個想要成為 中國歷史最偉大的 偉大的領袖 他的個人的欲望還有野心 他會帶他走去做很多違法常理的舉動 到底那個 對他的去動力有多強 這也是我們在做理性分析 不能夠去分析到的東西 所以歸根究底我覺得 客觀因素是 中國要發動戰爭 其實是很多很負面的因素 但我們也不能排除 在這樣一個極權 這樣一個為習獨尊 他現在是環帝的狀況之下 他會做這些很違反常理的舉動 抗議